抑郁症在工作中得到的支持 想要在生活中获得全面的安定和谐 工作的顺心如意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如果可以 在接受治疗的同时 继续工作是更好的选择 比坐在家里看着墙壁发呆强多了 不过工作场所对精神疾病的歧视 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 只有14%的调查对象 在回答关于病齿感的问题时 会说在和同事讨论自己的双向障碍时 不会觉得难堪 我曾接受黑犬机构的邀请 担任某作文大赛的裁判 作文大赛的主题是描述和有心定障碍的人 一起工作时的感受 在阅读了200多天文章后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人们之所以会抗拒 在工作中暴露自己 患有意义症的真相 是因为他们感觉 就会损害自己的职业前进 而很多企业文化 都带着一股强烈的 以以绩效为导向的特色 这种特色呢 就更强化了他们的这种信念 因为我曾经非常坦诚 公开地谈论自己的经历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告诉我 他们自己的故事 或者某个有心定障碍的 亲人的故事 我针对广大的企业群体 做过演讲 在每次演讲中 我都会提出一个要求 如果听众中 有谁的亲人患有意义症 或心境障碍 就请举手 无一例外 70%到90%的听众 都举起了手 因此尽管人们 总是在经历心境障碍时 感到深深的孤独 但这些困难 其实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如果可能的话 我支持你在工作场所 能够找一个吐露心事的人 这个人可以是任何人 团队成员 管理者 人力资源部门人员 或者是其他部门的人 但是一定要找一位 富有同情心 并对企业的文化和特色 有了解的人 在你们的交流中 采取的原则 可以和上面 我总结的 与亲人谈话的原则一样 先询问这个人 其身边是否有经历过 抑郁症的人 如果你身处困境 其是否愿意提供帮助和支持 你可以请教对方 如果要和管理者 讨论自己的处境 是不是应该谨慎从事 如果你的管理者和公司 价值取向正确的话 和管理者讨论自己的真实情况 是最好的办法 尽管 美国残疾人法案 名文规定 任何组织 都不得歧视 患游精神疾病的员工 但据我所知 人们往往 在暴露了自己的病情后 受到了组织的歧视 可以这样说 对待患有精神疾病员工的态度 直接反映了一个管理者的 个人价值观 和一个组织的 整体价值观 即便如此 当你需要请假 去找治疗师或医生时 告诉管理者真相 还是有帮助的 了解真相 也可以帮助你的管理者明白 如果你的工作效率 出现了任何变化 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那么 你应该以怎样的开放度 来和人讨论自己的处境呢 让你的直觉 或者一个可信同事的直觉 引导你做出最后的决定 很多大型组织 都会提供员工援助计划 就员工个人 及家庭中遇到的困难 给予保密咨询和建议 很多项目都可以为员工提供 有资格的心理治疗师 并安排一定数量的保密咨询次数 如果你能够找到合适的员工 援助计划 那你就有可能 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 合适的建议 例如 如何在组织内部建立自己的情感支持系统 你工作的组织 不会知道你求助过员工援助计划 当他们从员工援助计划部门 接收一些必要的数据时 是没有权利查看这些保密数据的 去咨询一下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 或者上公司的内网查询一下 看看自己是否能够获得上面所说的圆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